王一南一家三口喊铜矿,高薪温柔望着女儿,爱女气质出众像爸爸。 2月9日,资深演员王一南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段视频,并配文称,带小高司机和女儿打卡具好吃的螺丝粉。 曝光的画面中,王一南穿着羽绒服,头戴帽子和口罩,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 她透露要带女儿去看牙医,她家有一个习惯,每次看牙前都会先饱餐一顿,因为牙齿矫正后,有一两天吃不到美食。 镜头一转,王一南的老公高薪与爱女也出镜了,妇女俩均衣着厚实,戴遮口罩,打扮朴素。 女儿提议去吃螺丝粉,高薪立马反对,王一南便劝说老公,别纠结别害怕。 原来,高薪从来没吃过螺丝粉,她不太敢吃,但她终究拗不过女儿。 之后,一家三口来到小店吃螺丝粉。 点餐的时候,能清楚地看到女儿的侧脸,小姐姐眉眼像极了爸爸,气质非常出众。 王一南让女儿给高薪介绍螺丝粉的制作方法,女儿随即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,小姐姐说话条理分明,口齿伶俐,看得出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。 在女儿说话期间,高薪耐心听讲,她望着女儿的样子十分温柔,尽显父爱。 此时的她已经摘掉口罩,已经46岁的她,头发乌黑浓密,皮肤紧致少皱纹,帅气十足,跟当年眼耳豪实比起来,变化不算大,状态大好。 坐在对面的王一南也摘下了口罩,41岁的她,皮肤白皙有光泽,面容饱满,一如既往的美貌出众。 虽然高薪一开始有点不敢吃螺丝粉,但真正开吃以后,她吃得津津有味,最后把碗里的粉和各种配料都吃得干干净净。 看来,她已经深深爱上这道特色美食。